有的时候有一部很精良的作品 但是因为当时 哎呀 sorry 种种样样的原因吧 所以可能当时没有造成很好的反响 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一个东西真的是良心制作 就是大家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话 其实一定会被观众看到的 一定会孕入出一个很好的口碑 所以我觉得良心剧就真的是得对不起自己从业人员的良心 因为大家不是没有审美的 都是有审美的人 那另外就是刚刚洪坦上有网友还在调谈说 你跟仪欣一起来为什么这么低调还分开走了 因为今天是一个关于国剧的活动 那我们两个首先身份都是演员 而都带着自己各自的作品来 就不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因为你之前也在微博上说 不希望大家就是撕下去公开之类的 那今天就公开了明年 有没有跟她这个结婚的计划 这个对 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到明年我会用很长的时间 可以遇到一个电影当中 那就是跨离的计划感觉什么 剧组 那因为现在那个追尸联统2 就又跟大家见面了 你有时间追剧看一看吗 看看 所以大家都在说 目前的剧情当中是太后跟曹瑞之间的那个特别的过瘾 你当时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拍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拍这一段太后这一段的时候 我还不是很自信 因为我觉得跟我的年龄跨度太大了 然后导演当时有跟我讲说 郭兆这个角色 这个阶段不需要刻意的伴老或者是坐牢太壮 然后就一下轻松了很多 就很过瘾 很从来没有尝试这样的角色 那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看到就是刘欢的那种样子 就是毛骨耸蓝之类的 会会会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刘欢 我这么大个儿子 我也是有点不太入戏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组的氛围特别的好 每一次在开开之前都会要大家一起聊戏讨论 然后会聊很久 所以这个氛围很好 自然而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地方 就很相信这个剧情 即使他是那么大一个儿子 即使他扮着女装 即使他好像很变态一样 那另外刚刚你也说到圣诞啊元旦都是要再度过嘛 那明天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戏要谈 那不知道除了这些工作计划之外 有没有结婚的结婚 不好意思 这边忘记我们去不要问好吗 我们今天问关于剧的好吗 谢谢 那就是因为工作这么繁忙 那就是要怎么把这个工作和生活平衡一下呢 嗯 工作的时候就努力 我一直觉得就是工作的时候就努力工作 玩的时候就尽情的玩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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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